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圈圈 我是沐依 那今天要幹嘛 妳感覺好像被我逼來的 就莫名其妙而已啊 今天要幹什麼呢 今天要幫Nina染頭髮 所以妳有想法了嗎 不告訴妳 什麼啦 妳不告訴我妳要告訴觀眾啊 噓 光線染啦 光線染 因為我們家的Nina 她不想要再去做嫖退的動作 髮針長出來了 但髮尾很筋 那如果這樣一次上色又會很醜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在拳頭做嫖退了 然後髮針的地方長出來了 可以利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利用什麼樣的光線染的擺放 去讓她看起來更自然 黑髮長出來也不會很奇怪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下去喔 那像她的頭髮呢 就是髮尾的地方 挑過兩次了 所以待會的話我會先 就是以她的髮根為主 然後下面的地方會直接帶過就好了 然後等到她髮根地方顏色退了之後呢 我們會再看一下 要不要再上下來 那我們現在要先分區 頂部的地方 我們會把它分一個 馬蹄形 因為她就是線條放下來的位置 就是表面的地方很重要 然後兩側的地方 我也會先把它分起來 因為像很多女生她基本上都會綁頭髮 所以輪廓的地方 基本上我也都會 就是抓一些線條下來 然後因為女生她基本上就是 都會直接這樣綁上去 所以我會在下面的地方 先就是抓三個圓 一個型號 是 那一個型號 是 行動 你 充分 你 有 自己 也不要 說 那一個型號 我們 你今天的挑懶分區研發的嗎 就是看影片 那你可以告訴我要去哪裡看影片 小紅書 當然是Homo Twins啊 白癡喔 老說嘛 可以跟我say一下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挑幾篇 因為每個人的頭大小髮量 就是你知道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視情況而定 其實15篇至20篇就夠了 因為女生都很愛綁頭髮 所以就是我現在就是會比較 想要注重就是外輪廓的地方 所以我們家Lina今天用完之後 就會變成Homo電話 應該是也不會啊 然後換你電話是什麼 當然是你的雙胞胎啊 全圈喔 太敢講了吧 我都不敢聽了 哈哈 超級別的 阿彌陀佛 慕依老師這是什麼礦式巨作? 金字塔頂端的人嗎? 他有棒啊 你習慣了吧 所以當你如果要染光線染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會有一點點小痛苦啦 大概就是長這樣好不好 慕依老師請問 局點是什麼? 就是這個局局的地方呀 總稱局點 會讓你高潮的地方 好的我們家慕依老師就是 嘴巴很不太會講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主要呢做完光線染以後 如果當你要去用局點的時候 所謂局點就是 你的交接處 有一點黃黃的地方 你必須要把它接順 讓它看起來比較自然的情況下 我們通常都會用基色下去做結色 不管你今天是發尾的地方要藍 藍啊紅啊紫啊 粉霧桿啊玫瑰金啊 都OK 但是你的交接處一定要用基色 因為這樣接起來會比較自然 那些特殊藍牙 都可以看到 這張牙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啊 喜欢牧姨老师帮你染颜色吗 喜欢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牧姨老师说的 谢谢牧姨老师 牧姨老师你染完了 对 感觉太漂亮了 你喜欢吗 真的哦 因为够商业 他喜欢单客人啊 她選擇當正常人 她想要當客人 這客人的髮色應該是可以啦 就是你客人可能就會很多人想說 欸我想要做光線啦 我覺得很棒啊 這是提高在有客單的一個點 她把我想要這麼誤的話 就是必須帶拳頭票 吳依老師真的很美欸 妳可不可以跟大家說 妳就是拿來的想法做這些事 因為其實 Lina她本來想要染的是一個 奶茶色 但是我就會覺得 這樣子好無聊 那妳有就是小心思嗎 這次的那個線條 然後我比較注重在外輪廓的地方 就是頭綁起來的時候 就是會有很多的線條 但Lina好像不綁頭髮欸 Who care 好了髮色呢 真的會影響一個人的 整體的感覺喔 喜歡我們的人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 菲姐 改掉 我覺得 離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